早在今年的CES2022上,英特尔就为玩家们带来了面向于高性能游戏本的12代酷睿H系列 同时根据性能测试来看,其的表现确实足够惊艳 但英特尔并未停止脚步 对于轻薄本,同样也推出了12代酷睿处理器U和P系列 除了依旧带来了高性能外,还富含了多种技术变革和亮点创新 至于详细的情况,下面就跟着抄一课,来看看吧 其实与此前的12代酷睿家族相同 面向轻薄本的UP系列,依旧是采用了性能核与能效核的高性能混合架构 并且也集成了最新的X86内核 其中性能核采用了Golden Code架构 主要针对于游戏以及生产力工具的重负责大型软件 而能效核则采用了Grassmont架构 主要增加了其多线程吞吐的承载能力和后台管理 而为了让性能核、能效核与操作系统之间的无缝杰作 英特尔还在Windows 11系统的基础之上 开发了硬件线程调度器ITD 以此让CPU发挥出极佳的性能表现 至于具体的规格方面,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是PC类中的旗舰款i7-1280P 其有6个性能核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4核心20线程 其中性能核基础频率1.8GHz 最高锐频4.8GHz 能效核基础频率为1.3GHz 最高锐频3.6GHz L3高速缓存24M 基础功耗28W 最高锐频功耗64W 但同时i7-1280P也集成了96EU的锐G XE显卡 配合英特尔图像处理单元6.0 便可增加视频会议体验 带来更高图像质量与能效 至于余下的主流款i7-1270P i7-1260P和i5-1250P i5-1240P等 则是由4个性能核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2核心16线程 但详细规格与i7-1280P基本一致 仅是频率有所差别 所以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暂停查看 然后是U系列中的旗舰款i7-1265U 其有两个性能核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0核心12线程 其中性能核基础频率为1.8GHz 最高锐频4.8GHz 能效核基础频率为1.3GHz 最高锐频3.6GHz L3高速缓存12M 基础功耗15W 最高锐频功耗55W 当然与PC类一样 i7-1265U也继承了96EU的锐具XE显卡 而这放在以前的低压处理器中也是不多见的方式 至于余下的i7-1260U i7-1255U 也是采取了与PC类相同的策略 略微缩减核心 频率以及功耗等规格 这里也不过多介绍了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暂停查看 同时得益于充分利用英特尔7制程工艺的每瓦性能优势 面向轻薄本的UP系列还支持了广泛的内存规格 包括DDR5、LPDDR5和DDR4、LPDDR4等 而随着核心的增多 CPU的多线程性能最高提升了70% 并为移动创作的内容创作者 提供了最高30%的生产力加持 对于此同时 为了让轻薄本确保有性能表现 英特尔也进一步更新了EVO平台认证 除了原有的超快唤醒、超长续航和超凡端口外 新的EVO认证确保了搭载第12代英特尔酷瑞 并针对多任务处理进行了专门优化 以保证在多人视频通话的同时 保持出色的连接、图像质量和声音 而标配的英特尔Wi-Fi 6和ICPS技术 更能智能推选Wi-Fi热点以及智能分配带宽 让网络速度提升高达30% 这样也就意味着新的英特尔EVO认证 可以帮助用户们确保笔记本拥有超强轻薄体验 无需再考虑性能不给力 不仅如此定位高性能的英特尔瑞旋独的显卡 也于近日正式公布 其不仅搭载了全新的XE HPG-V架构 而且诸如线XMX AI引擎单元 XESS超级采样以及DeepLink技术等 也能确保瑞旋独立显卡与CPU和集成显卡之间无缝配合 进而为游戏玩家和内容创作者提供强而有力的性能支持 至于瑞旋独立显卡的具体规格和桌面级的游戏独显等 超级客将会在之后的视频中为大家详细介绍 所以请保持关注 除此之外以上20款全新移动处理器和瑞旋独立显卡 所打造的出色性能和卓越生产力 都将被用于下一代轻薄本 而搭载这些处理器的首批设备 包括来自鸿基华硕 德尔惠普 微星等厂商的250多款机型 都将于2022年近期内上市 所以玩家们就借您期待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意见三连将让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